G20川席会非常受关注 但是我觉得变数还非常多 因为双方就谈什么怎么谈 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搞定 因为最近的信息表明 中国要求就是我们就去谈就行了 因为中国在之前 也做了一定的让步的表示 比如说不挑战美国的地位 这个不这个什么这个 这个要要要这个 在很多方面 可能要放弃这个中国制造2025 而且这个包括川普 这个发推特的时候 也写到了这一点 这个不取代美国的这个 这个世界领袖的地位 都做了这样的表示 为了这个对这个这种表示 有个善意的反应呢 这个蓬佩奥也讲说 不打冷战不和之中国 所以双方呢 希望能够在G20上能够谈 中国呢提出来就是 我到那谈就好了 谈的时候我把根据谈的情况 我提出我让步的这个 这个要做什么 让步的一些条件 那美国就是不一样 美国的要求就是说 你来之前你要把你怎么让步 给我 就像彭斯说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 对 你要拿过来 就是说他单子已经开出来了 刚才我念了个单子 就忘了一个自由航行的 在南海自由航行的那一条 就所有的这些 你要拿出你如何让步的 一些具体的措施 你再谈 所以现在双方的分歧在这个地方 至于说这个能不能谈妥 在谈判之前还能不能谈妥 这个事情仍然有变数 而且彭斯在接受 华盛的邮报专访的时候 他专门说 他说中国长久的策略 就是一直不停的谈判 他说我们已经对这个 这个已经这一套已经不行了 没错 现在你要拿出东西来 中国就说 你川普让我做什么 他要问 川普说我不说 你要拿过来 所以现在的分歧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 大家都在用冷战这个词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冷战是个相当复杂的事情 包括鲍尔顿也提到一个铁幕 我认为铁幕也不是很准确 铁幕是对冷战 双方互不来往的一种描述 但是它是描述欧洲的状况 在东亚当时的冷战的情况 因为还有一定的交流 所以香港有一个记者 说叫竹幕 竹子的幕 有些漏缝 但是还是不畅通双方 所以我觉得未来 竹幕的可能性很大 铁幕几乎没有可能 因为现在两个国家的 全球经济互相的依存性 人员文化科技的交流 无此频繁 像真正的铁幕式的冷战 已经不可能 这次去做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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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